赛罗和贝利亚要比赛了 我们支持赛罗 我们支持贝利亚 究竟谁会获胜呢 本场比赛的拉拉队可以发出选手的照片 帅照能增加能量 丑照会减弱能量 下面比赛开始 好的 这是第一局比赛 比赛状况十分的激烈 贝利亚上场就准备大干一场 他不是要大干一场吗 他居然钻进了垃圾桶 这个战术太绝了 搞得赛罗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此时奥特队的小赛罗 直接发出了一张赛罗的帅照 赛罗的光智能量瞬间加强 一脚就踢了过去 把贝利亚和垃圾桶直接给踢飞了 这一脚也太帅了 第一局比赛结束 赛罗获胜 第二局比赛现在开始 赛罗把贝利亚扔了出去 贝利亚把赛罗冰冻了 赛罗又扇了贝利亚一个大耳八子 加油啊 加油啊 究竟谁会获得胜利了 此时怪兽队的小达达 发出了一张赛罗的丑照 让我们看看有多丑 哎 不对啊 这是丑照吗 哎呀 我发错了 发成了帅照了 完蛋了 由于赛罗得到一张帅照 他立即大发神威 一拳就把贝利亚给打飞了 不得不说好帅的一拳呀 第二局比赛结束 赛罗获胜 现在来到了第三局比赛 看来贝利亚要拼命啊 他在不断的集聚能量 同时怪兽队的小哥莫拉 又发出了两张贝利亚的帅照 难道说赛罗要输了吗 哎 不对呀 这 这照片是泡过水了吧 图像都被水泡变形了 天呐 这也太丑了吧 我中午饭都要吐出来了呀 贝利亚的黑暗能量 直接被减弱了大半 趁这个机会 赛罗直接抓起贝利亚 一把就把他人飞了出去 现在我宣布比赛结束 赛罗获得最终的胜利 今天的比赛真是精彩呀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给谁加油了呢 小赛罗被贝利亚抓住了 不错 就是本大爷抓的 本大爷不但要抓他 明天我还要去抓赛兔子 贝利亚为了对付赛罗 还准备了一个大病毒 小赛罗 这就是本大爷为了对付你爸爸 准备的大杀器 明天他就会败在本大爷的手里 小赛罗听完很好奇呀 就这个小玩意儿 就想打败我爸爸 他走上前去 东看看西摸摸 发现上面有一个小按钮 于是他就按了下去 顿时病毒就被激活了 一大阵毒烟冒了出来 怪兽们和贝利亚还来不及跑 就被全部石化了 这都是啥呀 想去害赛罗 结果还没有出门 就全军覆没了 完了 小赛罗不会有事吧 然而小赛罗跟没事人一样 大摇大摆的从毒烟中走了出来 哎呀 这也太牛了吧 就这 也想打败我爸爸 我看你们是爸爸吃多了吧 天哪 嚣张的贝利亚居然被小赛罗给玩哭了 看看这一坑是什么 全是贝利亚心酸的眼泪和鼻涕啊 怎么回事呢 点个赞 精彩马上开始 贝利亚捡到一个狗头 他才不在乎是谁丢的 大摇大摆的带回了家 小赛罗在家拿着遥控器 嘴里念动神秘的咒语 狗头狗头 快快显灵 贝利亚这边正在讲话 明天进攻光之国 原来狗头是个机关 带上的人一直会学狗叫 怪兽们以为贝利亚中了疯狗病毒 吓得把腿就跑 不通不通全都跳进大海 个屁了 进攻光之国的计划被破坏了 小赛罗你太溜了 我真想送你三朵鲜花呀 第二天贝利亚在路边看到一把欧布圣剑 他顺手就把剑偷走了 明天消灭所有人类 此时小赛罗念动咒语 武器武器 快快放屁 同时又按下了开关 贝利亚这边正讲得起劲 突然 这把剑就不停的放屁 顿时臭气熏天 怪兽们臭倒了一大片 消灭人类的计划又失败了 大家认为小赛罗该不该得到鲜花奖励了 第三天贝利亚在路边又看到一瓶大可乐 这个家伙不但搬回家 还叫来怪兽们一起喝可乐 他们一边喝一边跳着超级难看的舞 好不快乐呀 可乐可乐 快快拉西 怪兽们和贝利亚都拉肚子了 场面真的太壮观了 厕所门口都排起了长场的队伍 哎呀 这不是嚣张的贝利亚吗 咋啦 拉的走不动了 笑个屁笑 本大爷再过两秒钟 就能恢复战斗力 谁要是敢支持小赛罗 而给我砸狗头 本大爷就 就拉给你看 小贝利亚要给贝利亚唱歌 但大家感觉可能要出事啊 想听听小贝利亚唱的怎么样吗 点个赞 精彩马上放给你看 爸爸爸爸我要唱首歌给你听 哎呦 儿子长大了呀 都要唱歌给我听了 比杰德那小子强多了 唱吧 唱吧 我的好爸爸 长得像什么 左看我右看 一个大傻瓜 爸爸爸爸你快坐下 爸爸爸爸你快爬下 让我看看你吧 让我瞧瞧你吧 一只来哈马 我唱的好不好 又没有奖励 奖励 我奖励一个大耳八字 这首歌谁教你唱的 小赛罗教我唱的 没错 就是我教的 要是大家认为我教的好的话 可以评论好好好 明天我再教小贝利亚一首 第二天 爸爸爸爸 我今天又学了一首歌 我再唱给你听 唱吧 唱吧 唱好了 有奖励 世上只有爸爸好 没把你孩子好开心 要是爸爸不见了 我要把舞跳 世上只有爸爸好 又把你孩子倒睡了 只要把你消灭了 做也不做了 耶耶 唱完了 唱完了 我唱的怎么样 奖励呢 奖励快给我 奖励 我奖励个大头鬼 给我滚 是不是又是小赛罗教的 没错 就是我小赛罗教的 要是大家觉得我教的好 可以送给我几朵小花 我明天再教小贝利亚一首保证把贝利亚给弃云在厕所里 不愧是我的好儿子了 厉害 加油 真棒 给你点赞 贝利亚开着摩托车在大陆上行驶 本大爷开摩托车的技术 那不是吹的 全宇宙找不出第二个比我开的更六的 哦 贝利亚居然撞到马车的屁股了 他的摩托车挂到树梢上了 而贝利亚挂在马车旗子上了 这技术还真是六啊 大家觉得贝利亚是不是个老六呢 嘿嘿嘿嘿嘿 我劝大家最好不要笑 本大爷觉得开摩托也不安全 还是开汽车比较安全 本大爷开汽车的技术那更不是吹的 你要问我有多牛 我只能告诉你牛的不得了 哇 哦 一大群野牛正好横穿马路 他的汽车被撞成破烂了 他的人呢 哦 原来是在这里啊 已经被疯狂的野牛们踩扁了 大家认为贝利亚牛不牛了 我劝大家要善良 不要笑 本大爷觉得开汽车也不安全 其实我开飞机的技术更是牛的不得了 摩托和汽车虽然出了意外 但是想让我飞机也出意外 还早两万年了 哦 贝利亚的飞机坠毁了 贝利亚也从空中掉下来了 摔了个狗吃屎 原来是一条飞龙 发现有怪物侵占领空 直接一爪子就拍上去了 认为贝利亚倒霉的 可以送上倒霉的小狗头 嘿嘿嘿嘿 我知道大家又在笑我 我劝大家不要笑 本大爷觉得开飞机也不安全 还是走路最最最最安全 我不信走路还能倒霉 啊 哦 贝利亚之前挂在树上的摩托 正好掉下来砸在了她的头上 贝利亚被砸晕了 她趴在地上的样子 是不是很像一只癞蛤蟆呢 这真是个悲惨的故事啊 别忘记给大宝点个赞 下期会有更精彩的故事哦 可以帮大家热纸 until晚不足 好